大家好,歡迎收看全日總結,我是李慧儀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是要下跌的 上證綜合指數收補3291點,跌15點 心靈成文指數收補1198點,跌68點 無心300指數收補4106點,跌37點 創業版指數收補2451點,跌17點 看來港股 見到行減收補20423點,跌105點 國企指數收市部6832點,跌92點 科技指數收補4100點,跌57點 大約成交1146億 和大家看看招點板塊和股份 首先和財政預算案相關的板塊 首先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佈了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不設樓市辣椒,但會調低重價印花稅的稅街 以減輕一般家庭首次事業的負擔 見到本地地產股下午後做好 新地曾經試過升3.4%高見過114.8% 但升幅就越縮越窄,無以為計 最終收市微升0.8%收補111.9% 另外見到行地和長實收市時升幅都同樣縮窄 見到行地收補27.9%升1.6% 長實升0.2%收補50.32% 另外政府宣布再派發5000元消費券分兩期發放 4月先收第一期3,000元 見到本地消費股個別發展不是彈力太夠 見到沙沙更加倒跌 收市要跌1.6% 收補1.8.4% 表現相對好一點,1929周大幅 收市都升到2.2% 收補15.6.4% 看看汽車股 見到汽車股都有個別的消息 首先見到比亞迪 就經這個日經的亞洲評論報道 豐田汽車旗下的日夜汽車 取消了在日本銷售由比亞迪提供的一款電動巴士 因為該車含有日本工業準則所禁止的發行物質 另外中國城聯會預計 內地2月承用車零售銷售是135萬架 按年增長7.2% 按月都升到4%左右 看見2月新能源汽車零售銷售預計都40萬架 按年增長5成左右 按月就升到2成 但汽車股全線向下 首先見到比亞迪 收市要跌1.3% 收補224.8% 衛小里同樣一齊要跌 見到衛來跌1.7% 收補77.9% 2015理想相對跌得比較多 看見收市要跌3% 收補93.4% 小鵬同樣跌超過3% 收補36.2% 另外看看個別股份 首先見到669% 創科目見到 家居裝修用品零售商家得保 預期 今個財政年度 經調整每股盈利 錄得中單位數百分比跌幅 部分原因是因為勞工市場緊縮 需要額外花費10億美元提高 員工的時薪影響了毛利率 另外銷售增長也預料持平 同時警告需求疲弱 而第四財政季度 家得保的銷售按年是微升0.3% 順利也是微升0.3% 或者是每股賺3.3美元 都是差過市場的預期 家得保作為創科大客 創科受到消息影響 今天股價是大跌的 收市要跌7%左右 收報是92.5元 另外1686出了業績 看到新意網公佈 截到去年底指 中期盈利是4.33億元 按年升到5.6%左右 每股盈利是10.67元 不派中期息 而期內收入是11.08億元 按年增長了1.1%左右 但新意網雖然中期賺6% 但股價也跟著大股收押 收市要跌3.5% 收報是4.66元 另外268 268金碟國際出了這個刑警 見到金碟 預期截到去年底 全年將會錄得 歸屬於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介乎 大約3.7億元人民幣至4.2億元 而2021年錄得虧損3億元左右 而虧損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集團持續加大對雲產品 尤其是金碟雲聲號和HR SARS的研發投入 以及疫情令到部分的營銷和交付活動 金碟股價也要受錯 不過收市時跌幅縮窄 跌不足1% 收報是15.3元 最後是2343 2343獲得大摩唱好 大摩預料太行在未來15天內股價會走強 發生的機率達到7至8成 因為波羅的海巴南馬型指數上升 預料有助運費回升 重新增持的評級 目標價是4.1號75變 太平洋航運獲得長好之後 股價一度推高 高見過2.8號8 升超過半成 收市縮窄升幅到2.5%左右 收報是2.8號2 這回事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和大家見面